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6号在耶路撒冷发表讲话 表示美军不会仓促撤离叙利亚 并且为续军式行动列出了若干前提条件 而一名叙利亚库尔德人高级官员7号对此表示说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直接向库尔德方面澄清从叙利亚撤军的计划 该官员呼吁美国政府能够通过正式的渠道向库尔德方面详细说明 美军从叙利亚撤军的具体计划 另据报道美国白宫7号透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仍然坚持从叙利亚撤军的立场 同时他也强调要在这一过程中确保美军的安全 以及美国在当地盟友的安全 特朗普在上个月突然宣布将会从叙利亚撤军 舆论普遍认为这一行动等于是抛弃了 一直与美国合作打击极端势力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